上面這裡看不太出來 但是一定長得比較長 下面這筆畫也是長短 第一個短 第二個長 短的 長的 這要往外拉開 讓它保持一個平衡 迷留 點話互相呼應 劉 這個劉其實我個人認為不好寫 它寫得還蠻漂亮的 標準 這個如果不寫 自己寫寫起來就會看起來比較呆笨 因為它方框很多 不過那種專家寫過看起來就好看多了 下面一定是扁的 沒有辦法 扁的 框 框 框 這個偏高 偏高就是之前講的 右邊只要有一個平 就很可能就偏高 這個平 沒有辦法 那黃在這邊寫法其實還蠻正常 哪裡正常 這個地方穿過去 你說這不正常啊 怎麼會穿過去 那問題是 古代人都這樣穿過去 就穿久的人就寫 多人就覺得 好多人這樣寫 那就是 正常 通通沒有人寫過 就不正常 那古代人大家都這麼寫 好多人都這麼寫 那它就是正常 尋 這個尋更誇張 誇張在哪裡呢 這個結構體做完以後 它的日啊完全偏到左邊 這個是對的 我說誇張 只是 好像有點 空的這邊空隙有點大 但是 大家都這麼寫 那也沒辦法 兩 這兩其實看起來 比較方正 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個橫畫跟下面的 這個偏旁的寬度 太一致 這兩邊的寬度 跟橫畫的寬度 差不多 那這種情況這個字 就會偏方正 外形上就覺得 欸方方正正 好 好 贏 木部寫的 書畫有粗有細 好 再來處理上面 這個破破爛爛的 看起來 背有點壞掉 好 斜窄 斜寬 收緊 吸到粗 吃 吃 這兩點齁 你有沒有發現距離有點遠 我個人覺得啦 可能你會覺得剛好 有時候我們寫了很多字體 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寫得比較近 突然遇到一個比較圓的 就會覺得比較圓 那如果你寫字體的少 你就不會覺得它遠 因為你第一次看到 你怎麼會覺得它遠 左邊通常都寫得比較方 嗯 它沒有點齁 看得出來也沒有壞掉 應該是沒有點 然後右邊就有這個 符合勾去表現 符合勾 符合勾 這是古字的寫法 古代大家都寫這個符 現在符合勾沒有人寫 好 那在 不上巡的字裡面 幾乎都是寫短的 第二個橫也是短的 看不太出來也破掉了 短的 短的 寬的 窄的 短的 斜的 斜的 劈短的 點長的 都稍微牽進去一點 然後看起來比較緊 上寬下載 上寬下載 出 細出 去 好 好 一旦那帐 感谢观看